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有话好说 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探讨了呢 是这个军方爆发了共谍案 那么罗贤哲呢 他是官拜少将 他也是60年来军阶最高发现的这个共谍 这个军官 那到底为什么他要出卖台湾 那他出卖的情资 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国防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要为您进行深入的讨论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个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董立文董大哥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资深的军事记者 宋玉玲玲玲玲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时间大学的副教授 赖岳千赖老师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深的军事记者 齐乐义齐拉格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刚提到啊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共谍案 为什么会这么引发大家的瞩目 是因为啊这个罗贤哲少将啊 他是60年来军官阶最高的一个这个少将啊 那他所泄露的情资对台湾 中国以及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也牵动了敏感的神经 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个报道 待会为您做深入的讨论 国军金爆解言以来 曾经最高的共谍案 现任陆军通讯电子资讯处处长的罗贤哲少将 大约在九年前被中共吸收成为共谍 一直到今年春节前才被国防部查获 画面中在替国军辩护的就是罗贤哲 在2008年4月因为立委爆料 国军多项演习资料包括运山兵推 都能在大陆网站看到怀疑情资被外泄 当时罗贤哲含细事淡淡的说 外泄的都不是机密 但没有想到泄露最多机密的就是他自己 现年51岁的罗贤哲目前是陆军通知处少将 重要经历包括陆军六军团的通信群指挥官 还当过驻泰武官 据国防部指出罗贤哲是在民国91到94年 派驻国外期间被中共吸收 由于罗贤哲涉及的是通信业务 包括在战时指挥三军作战的博胜系统 这是可以与美军链接的资讯电信作战系统相当重要 一旦被共军掌握或破解 将对台美军事合作造成极大的伤害 马总统对此也表示关切 依照陆海空军刑法的规定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 最终可判处死刑 而罗贤哲从事共谍的这段期间 不但没有被发现 甚至还通过中程考核升到了少将 其中相关单位的作业有没有疏失 未来又要如何弥补 也成为本案接下来的发展重点 究竟为什么我们的少将会变成对岸的间谍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出卖台湾 将这个所有重要的停资资料卖给对岸 那个我们现在在帮大家整理一个 整个这个罗贤哲少将他涉嫌这个共谍案的这个始末 那么这个罗贤哲少将 他是在1959年生51岁 他是陆军的少将 那么已婚有一儿一女 其中他儿子也在这个军校来念书 那么2002年到05年的时候 他是担任驻泰代表处的军情组长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中方就派了30岁的女间谍和他来交往 并且吸收他成为间谍 在泰国的时候 他是交付给情报 给对岸并获得酬金 2005年的时候 他任国防部的情报次长室的国际情报处副处长 2008年的时候 他就升任了少将 成为这个通知处的处长 2010年8月的时候 罗贤哲他到美国来开会 那么遭到美国的FBI来约巡 同时将勤资给台湾 然后台湾进行调查 那么一直到这个今年的1月25号 他正式遭到具体积压 成为60年来最高层级设共谍案的这个军官了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赖老师您自己是这个上校退下来的 那你可不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说你怎么来看一个少将他成为一个对岸的这个飞碟 也就是说一个少将出卖台湾 然后成为一个背叛台湾的一个军人 我想这个是 其实严格上来讲的话 不应该有什么样的理由 也就是说不会是因为家庭的问题 也不会是待遇的问题 我为什么会强调就是说不会是 因为其实待遇国家都把你照顾得很好了 因为军人上校到少将的话 其实待遇是不低的 上校大概在9万多 少将到10万到11万都不等 特别是他在派驻泰国当武官的时候 一个军人派驻到泰国当武官的时候 他的待遇是高于一般的外交官 因为他还有一些 一般的外交官更高 加级会更多 会更多 所以他严格上来讲也不应该是金钱的问题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 如果说是因为升不上去 然后就是媒体所说的 说可能是因为升不了少将 所以才做这个事 这个也讲不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资历很好 学历很好的一个军官 升不到少将是大有人在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 看到这些人就出卖国家 就背叛台湾 所以这个也不会构成理由 所以钱不会构成理由 然后他的升迁也不会构成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军人派到国外去当武官 基本上来讲是已经很被照顾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这些都不会构成理由 那么怎么样的情况会构成理由 可能有两个问 两个因素要讨论 第一个一个是信念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人的荣誉感 对国家的忠诚 第一个 第二个很有可能就是掉进一个陷阱 掉进一个陷阱之后 所以就只好一直陷下去 也就是说相当有可能是掉到一个 不管是美社或是什么样的陷阱 但是一旦有把柄被人家抓到 然后呢 在维护自己个人的利益 高于国家的利益的时候呢 就开始走入背叛这条路 这一走走了九年 一直到被美国发现 被美国发现 我想也是因为他的资金来往 异常 也就是说一个军人 一个上校或是一个少将 在国外的金钱的来往 或是金钱的活动 不寻常的时候 这引起注意 其实这个也给我们台湾一个警惕 也就是说 我们对于我们县街的 一些重要军职或是公职人员 他本身的待遇资金的来往 不寻常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警惕 我们如果这个案子 是我们自己破的 我相信会更好 是啊 还是有美国 其他哥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刚刚这个老师有提到 他可能是信念 第一个就真的被设计 那现在国防部虽然在调查 媒体虽然是会声会影 你说他是被这个美色所诱惑 那您觉得是这样子的原因吗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清楚真正的原因嘛 现在不清楚 但是我估计应该不会是单一因素 一定有好多原因 纠结在一起 可能某一个事件 让他走到误入企图了 可能不会是单一的一个原因 可能有好几个 刚刚有很多先进已经提到了 有些这样的原因 可能纠结在一起 在某一个氛围气氛之下 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现在因为情况不清楚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他做这个匪谍 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美国其实也已经观察一阵子了 这会前也不是一笔会过来的 一定也持续一段时间 好几笔了 美国大学长 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刻 将这些事情 要把这个事情 点出来 弄出来 你觉得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探讨的 这个要进一步去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先出来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当然本身一个少将 做过直通管理的这个少将 他为什么会 可能会比一般的中将 或上将还要敏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少将这个阶级 一般都是各个部门 第一线的指挥官 所有的作业都经过他了 因为在高阶的话 就已经不管数的问题了 只管最后的决策 具体操作他不太动了 少将这一级是还是很厉害的 他就是在战略跟战术之间的一个扭带 他既可以战术上他都很清楚 最最熟练的了 指挥官了 上面又可以联系到跟战略的层次 所以这个位置 这个少将这一级经常往往都是很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就是多年以前 这个中国的就是联二的 中国的这个总参二部就是情报部 相当于我们的联二的 他们的夫人就很关心 我们台湾的少将 最近几年新升任的少将 他们对台独什么看法 他们很关注 新上来的这些少将 他们怎么看台独 他们怎么看 为什么他不挑别的阶层 就是要挑少将 可见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位置刚好就是各个部队 最重要的一线的指挥官 那董大哥 你可以试图回答一下 这个其他刚抛出的问题吗 就是为什么第一个 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案子请台湾来调查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进行处理 那跟这个台美中的关系 有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 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重点 反而是说这个罗少将 他是为什么会陷入这样子的陷阱 恐怕已经不是我们政府 首先该重视的 就第一个这是美方FBI 就是这个联邦调查局 来通报我方的 那马上就显示出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方的这个国家安全机制 尤其是反情报系统已经失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有个异常之处 就是他不但通报我方 其实这种各位都知道 情报世界里面都是在台面下桌面下的 就是说像这种通报呢 也都是隐蔽性的 也不会公诸于媒体的 可是现在呢 不但于公诸于媒体呢 我还发现就是甚至连 这个中国的这个总政联络处 驻泰国的五官东南亚局 他这个名字通通把他点出来了 那其实这就非常异常 因为你这样等于是在告诉对方 就是我们知道你 所以说那对方当然 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这种危机 这个处理的作为 所以整件事情看下来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马政府 这应该是美国政府 对马英九政府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警示吧 或者提醒吧 就既然你们不抓的话 那我来告诉你是谁 而且呢他的成绩非常高 对我觉得说这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所以说你可以注意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媒体的讨论 甚至美国媒体的讨论 都有在强调说 这个事情对台美的军事关系 包括军购都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市警 这个预警 我觉得是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要谈的就是到今天为止 就是我国政府的这种危机的这个管理 跟损害的这个修复的作为呢 现在还看不出任何的积极作为 刚才在这个你们之前的新闻的这个VCR里面呢 总统府只简单的 马总统啊简单的表达了关切这两个字 但是在最近的这一连串的重大的国家安全事件里面呢 马总统跟国家安全会议基本上是消失不见的 在处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台嫌这个遣返案 以及这个共谍案 投资由行政院 结果行政院呢我也看到行政院呢 其实吴敦毅那边呢 他召集了两次会议 就召集了各个相关部会 各个相关部会呢 就说出他们的应应措施 然后吴敦毅院长呢 他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这两个重大的国安事件 他的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各相关单位检讨现有机制 来提出这个检讨意见 完了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国防外交 或是说这个两岸关系呢 是总统职权 而且呢 等于是说国家安全是总统 他不可逃避的责任 那如果说你丢给这个行政院长来做的话呢 之所进退的这个行政院长 他是不会有任何积极作为的 因为只要你有积极作为 那就是越权 那就是侵权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明明知道是这个情况 又丢给行政院来处理的话 那我就想不出说 怎么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有什么好的危机管理 跟损害修复 因为在世界各国政府呢 发生这一类重大的这个叛国案 相关的负责人 第一个一定要下台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总统决心 尤其我认为是我国的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他一定要下台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总统决心 他要决心告诉我们台湾人民 就是这个总统 他是不容许后面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而且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这些基本动作 我都现在都还没看到 是刚刚董大哥提出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危险 风险的控管失能 那总统马英九到现在 并没有针对这个其实是在他职权内的这个因应措施 做出一个明确的回应 那这也提到说 为什么要这么样的重视 这个所谓风险管理跟回应呢 是因为他这个少将曾经 他泄露的情资 可能对这个台湾的国防 以及这个台美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那刚刚我们这个新闻里头 也有提到 我们再跟大家再这个解释一次 就是所谓的这个博胜案 因为这个 这个罗少将 他泄露的情资就跟这个博胜案有很大的关系 所谓博胜案就是这个战场即时的图像系统 他的目标是整合三军 C4ISR的装备给作战单位的资讯 分配接战程序必要的时候 台美可以互通战情 那这过程呢 其实也是相当波折 这个案子是在1999年 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同意售台 那本来规划的是1500亿 结果台湾预算不足 那我们只通过了530亿 也就是做一半做半套 那么是配在部分美系的这个武器上面 那么发系啦 还有国造的系统就排除了 那么预计是在2009年年底来建制完成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玉尼 你怎么看这个博胜案 就是他这个这个罗哨顿 他泄露这个情致对台湾的这个国防 以及这个军事系统是造成多大的这个威胁 好我想首先要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博胜案 其实大家听到蛮多了 这个博胜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代号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他原先是我们看到国军来讲 基本上是有点是个型歧视 就是说我们以前来讲 空军有一个所谓的强网的一个系统 那海军有一个大成系统 陆军本身他有一套 所以变成就是说 各个军种我自己指挥自己的部队 那现在的战争是强调一个连战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必须是三军通用联合起来 那所以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博胜案的出现 那我整合起来各方的情资 所以这个所谓的博胜案 事实上来讲它是一个 在美军来讲它正式的名称 它叫做一个多功能资讯分配系统 MIDS这样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就是说 我把空军的抢网系统跟海军的大成系统 然后我整合起来 再把陆军的也整合起来 所以为什么他讲是一个战场即时图像系统 就是我把所有的情资 我都整合在一起 那简单的说就是 比如说来讲就是 我空军雷达上看到的东西 我可以利用所谓的这种Data Link资料链 那我可以同时即时的传输给 比如说陆军的地面的车辆 或者是海军在海面上的舰艇 我能够同时看到 那这样来讲就是能够很即时的 在战场上做一个反应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大家都谈到博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个的确对整个连战的一个战力 要发挥就要靠这个系统 那我们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刚刚这个博山里头一个非常重要 什么叫做C4 ISR C4是代表这个四个英文字 Communication Control Computer Command等等 就指挥管制通信跟电脑 那么ISR是代表情报监视侦查 也就是透过这个博山案 把这些所有的功能全部整合起来 是一个全方位军事指挥作战整合的系统 用资讯还有通信的技术为核心 透过电脑自动化完整的整合 各军种指挥管制的体系 武器的装备显示控制等高度复杂的资讯 来达成最高作战的成果 那其他个我想请教你 就是说这套系统 大家会说对台湾的这个国防威胁很大 甚至有人说会 我们的整个作战的指挥体系会被瓦解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更进一步会影响到 美国对台湾的这个信心 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 把这个情资给保密住 那你怎么看这个博山案 是不是在这个共谍案中 有很重要的关键的这个资讯 对 看这个博山案有几个点 一个是硬体的设施 因为它肯定有一套大的系统 这是一个重要的 第二个是它的内容 这个系统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参数 这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当情资传输的时候 有一个加密跟解密的一个过程 这三个是很重要的要件 那这个少将 罗少将 他究竟泄露了什么 那就很重要了 他可以知道 如果以他的这个植物范围 他可以知道的是哪些 那我现在就是要讲的 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博山案 是进入第二阶段 总共有好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已经在最近几年 已经完成了 这个完成是完成什么 是海军跟空军的情资在这个里头 就刚刚讲到了 博山案其实是整合情资 与联合作战指管系统是一起的 这涉及到武器装备的部分 载台的部分 涉及到整合情资的部分 情收的部分 涉及到指挥管制的部分 它是三大部分合在一起 把各相关主要的武器装备 还不是所有的武器装备 有的有加进来 有的并不是有加进来的 作为一个link 那第一阶段呢 是海军跟空军 这位罗少将呢 他是陆军的 现在进入第二阶段 我跟你讲 陆军的还没有挂上来 但并不意味说 就不重要了 因为他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通知处是三军都有通知处的 陆海空三军有他们自己的通知处 他们做什么呢 就负责规划 管理自己的 勤之网路传输系统 陆军管陆军的 海军管海军的 空军管陆军 然后全部集合到博胜 所以博胜跟各军种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核心跟周边系统的关系 是互相通的 那今天这个罗少将他是负责什么的 他是负责 他是陆军的系统 那这个陆军系统还没有挂上来 那他泄露的是什么呢 内容没什么好泄露的 没有没有上来 但是我们相信他也许会泄露了整个的 data link的这个路线的图 硬体的这些东西 但大家都晓得 真正要泄密的是及时作战的 请之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内容一直在变的 你今天泄露的 昨天的机密 今天就不是机密了 每次演习的成果都不一样 数据链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是讲说他不重要 是重要的 但是相较来讲 相较现在的博盛的发展的具体情况来讲 所以国防部不是讲说 他是一个点吗 点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军种的部分 陆军的部分 不是一个面 博盛是一个面的部分 而且中间是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说法 好就是究竟这个罗少将 他的这个点会不会影响到面 那对台湾的这个军事的 这个威胁又有多大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报道 然后我们继续请这个现场来宾 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担任陆军司令部通信电资处处长的 罗贤哲少将 遭到中共吸收成为共谍 长达九年时间 是近年来成绩最高的共谍案 长期采访军事新闻的施孝伟表示 吸收限职少将当共谍 可以直接取得及机密等级的文件 等于职工国军的中书 尤其在目前新形态的战争模式下 掌握对方资讯与电子战情资 更是抢手的情报 而电资处处长的罗贤哲 指管下所泄露的 如果涉及国军光纤系统 建构的全貌与分布地点 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共军炸掉光纤 国军的指管通勤系统 等于未战先瓦解 机制担任通讯方面的这种资讯 这种主管 到现在来讲 每次汉光纤系等等 他也都参与 所以相对来讲 他其实能够参与到的这种 精密的战术的 也就我们大家俗称的这种软体 就脑袋里面东西这个部分 其实会相当的多 这个亡羊补牢的代价 可能非常庞大跟昂贵 此外有学者分析 罗贤哲当共谍影响层面最大的 还不止如此 我方折损最严重的 就是建构长达十年 耗费五百亿的博胜案 可能一夕之间破功 一直是台美军事合作 最机密的博胜案 就是整合我三军作战情资 并练结美军情报网 最坏的情况 我军汉光演习 甚至东北亚的美军联合操演 都可能已经在共军的掌握之中 学者认为 尽管应该不会因此 危及台美军事合作的大方向 但是台美军事互信蒙上阴影 军购案更是雪上加霜 行政层次上 一定会影响台美之间的军事互信 换言之也就是说 美国对于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 来保卫自己的军事机密 他一定会担忧 这起共军案 也引发国内政坛高度关注 除了立处国防部 应该尽处策查损失 在野党更是高分辈 要国防部长 应该承担起政治责任 下台负责 究竟这个限制案 会对台湾的整个国防 还有军事的情报网 有多么大的威胁 赖老师 您怎么看 您似乎认为 这个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 那为什么军方会发生 一个少将竟然可以泄密给 这个对岸 这么高的层级 然后在他这个晋升的过程中 都没有人发现 我知道您自己在从军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击合 都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军方到底是怎么样来 这个击合 你们的这个忠诚度 或是这个比如说出国的时候 是怎么样来进行调查 有关于忠诚的一个考核 其实这个罗先哲这个事情 他反映出我们的这个系统 已经太老旧了 也反映出我们的军事安全的 这个体系跟这个做法 事实上已经是落伍了 那也就是说 已经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原本我们通常在考进军校 然后要进入军队里面来服务 或者是在第一关的时候 通常都是透过地方的警察 一般来讲第一关 也就是说你刚考上军校 那么你被录取了 他先查你身家 那是透过地方的派出所 所以这是跟军警的联合协访 我们都有签协定 这是第一个部分 可是这样做事实上是不够的 因为到后来 他在晋升的阶段里面 他还有很多考核 那这个考核里面 在部队的考核里面 就有保防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军事安全系统来做考核 可是这个考核 事实上是很流于形式了 也就是这个流于形式 意思就是说 你一般的行政绩效 会列入你的档案夹 那么一些部件的人的反应 那么也不一定会去认真的去核实 但是反应出来的东西 也会列入档案夹 那么再来就是他的考基 也会列入档案夹 最后长官在对这个干部 做考核的时候 这个长官其实他对于 这个干部的了解 是不是深入 还有他本身在撰写的时候 他就依赖这些保防官 在观察中 给他写下来的一些资料 这些情况事实上是慢慢的 我们发现就是说 因为很快的 就他有在弱化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弱化呢 对于这个军官 在营外的一些行为就零了 也就是他唯一能考核的 就是营内的行为 营外的行为是零 是没有了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在他晋升的时候 晋升的时候就由这些 他的长官来做担保 或者来做推荐保健人的时候 那这些长官其实对这个部署 的了解程度是很低的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依赖他的保防单位的主管 或是政战部门的主管 来帮他进行考核 所以为什么有些长官 他会觉得他很委屈 因为他就是尊重他们的考核 可是问题是你是主管 你主管你还是要负权者 因为当有功劳的时候 你得到全部的功劳 可是一旦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要负权者 你不能说对不起 我因为尊重这个主管 所以我就不用负责 这个讲话也是 我个人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想那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反映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军官可以出国 可以到很多地方 可以接触任何东西 我记得大概在 我1996年回国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北大西洋公业组织那边有过 参与过他们的一个战略演习 那我也在法国的国防研究单位里面 参加过法国的国家战略演习 我在参与他们的活动的时候 我也要被考核 怎么考核 对这个就是我后来我就发现欧洲人 他们在对于这些人 去参与的时候你分的机密资料 例如说像我的机密等级只能进到第二个 我们有分例如说一二三三个层次 那我在实习跟我在参与演习的时候 我不能够进入到最核心的那个小组 因为我的识别证过不了 我只能到第二关 那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他们在对你做查核的时候 他认为你是外国人 你即使你是读国防的 可是呢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还是不让你看 北约的东西有些东西不让你看 好那那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对军官怎么做 他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我也写了一份报告 我也一直希望我们国家 可以考虑他们的做法 他们对他们的所有的军官 要晋升的 或者是要进入重要的 重要职务的军官 他特别是将领 他的水源 就是他的参谋 他的驾驶 他的船令 他们全部要做考核 这个考核里面有一个方式很简单 他要这些军官写下他的这段时间的所有的经历 包括你见什么人 对包括你说你出国旅游 假设我申请我到巴厘岛去度假五天 那你就从你第一天开始 你几点搭飞机 你在飞机碰到什么人 然后呢你到了机场 你谁来接待你 然后呢你在那边度假的过程里面 对你跟谁有过交谈 那你们谈了什么 然后到回来的时候 他都要做报告 那这是你自己写的字 你自己写的一个报告 他们就留着 留着以后呢 事实上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也可能你在出去度假的过程中 他们的住外的反情报单位 已经在对你做监控了 也可能我们不知道 可是呢他从你的这些报告里面 他看你有没有隐瞒 如果有隐瞒 那你一定被 你就表示你不诚实 不诚实一定会被调职 他根本 因为他只要确定你有隐瞒 他根本 根本先把你调职 然后你隐瞒的部分再来查 因为那一定有问题 诚实是基本要求 所以一定要记得很详细 对所以对他们 你看一个民主国家都做到这个程度 台湾当然也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但是呢 当时我们一直没有做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是的确是有遗憾 我个人是认为说 我们的军事安全的工作 还停留在五六十年前的一个手段 就不对的 因为时代环境早就改变了 而且早就应该用新的观念 因为这次的这个罗先哲的案子 不是我们台湾破获的嘛 是美国FBI他们 对你的资金的异常 你一个高阶的 也还不到顶高阶了 就是上校到少将的一个官阶的一个军官 你的海外的资金的现金的流动 那有异常 他们就警觉到这个事情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美国的情报工作做的还是不错 即使对我们台湾的军官 他们也在做这个工作 其实这反映出好多讯息嘛 台湾的军官他们也在做 第二个呢 他们还可以约谈台湾的军官 这个更有趣了 也就是台湾的将领到国外去 还可以被约谈 这个很有趣 我个人倒是觉得 这是合法的吗 对然后我们的军官还会被接受约谈 这个更有趣 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说 这些这些讯息透露出来的 很多部分里面台湾的确要 要好好的来反省检讨 这有必要的 我们再请多啊